一、二、三、二、三,四、五、四、三 什麼啊?五、五、三 什麼啊? nichts啊 一、百 哪有一百?怎麼算哪一國賽子? 等一下 你在幹嘛? 42号 你都穿哪一个鞋要放 UK size UK size UK size U.S. size 太老了 莫拉拿到莫拉 送她过鞋子 但是如果我要买给她的话 我就是趁她睡觉的时候 去偷画她的脚 然后我就把那个纸带去鞋垫 然后跟那个鞋垫的男生说 看你们哪一个脚跟这个一样大 然后就让她试穿 人生无常大长宝小长 成为热梗流性于忘落 这段话感叹了人们 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 可是时尚人 又可以主宰命运 是想自己决定生活 还是成为待在的羔羊 皆掌握在自己手中 分手才三个月 大S又和国外男行剧 今夜善哼消息瞬间登上热 So初恋再度重逢的偶像剧 清洁映照在现实生活中 女房分手后两人颇惊成圆 剧军夜发长文称 二十多年前相爱的人结下不结之缘 当她被知对方分手的消息 并找到二十多年前的号码联系到对方 一通电话让两个人重修就好 大S把握当下地幸福 帮剧军夜官选了自己和大S结婚的消息时 很多网友也因此开始相信爱情 毕竟从目前所得知的消息来看 这段爱情是无比美好的 剧军夜和提专方出炉 幸福的氛围都溢出贫路了 大S变得愈发美丽动人 颜值和身材均保持得当 完全看不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吗 剧军夜好温柔 大S婚给真爱之后整个人状态都好起来了 真的很幸福 在爱你的人眼里 你的全部都是有点 太令人羡慕了 剧军夜如今也算是娱乐圈的定流了 此前大S结婚的消息引发了众多网友们的关注 当时先是剧军夜在网上传出于大S结婚的消息 当时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10月25日 网上就传出了一段大S和丈夫剧军夜 一起接受媒体采访的饰品 饰品甜度超标 让人知乎很爱 饰品中两人都穿周白色的成衣 蓝色牛仔裤 剧军夜海 是很标志性的光头 再加上一副黑空眼镜 而大S则是一头波浪长发 整个人状态都很好 很百二切也很瘦 视频刚开始两人闭眼 会答问题考验两人之间的默契程度 第一个问题 九 是睡得饭量大 看来还是从简单的问题开始 两人都非常抹气地之向 居进夜 大S也解释称自己是夜 倒不行才会吃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 说得脾气比较好 这次两人还是非常抹气地 一起之向居进夜 睁开眼睛的两人看着对方笑了起来 剧军夜还下意识地 取我朱大S的手 大S小的眼睛迷成一条风 幸福两个人都歇在两脸上了 而大S解释称剧军夜的脾气 真的非常非常好 从来没有看到过 她发脾气 而剧军夜也非常会说话 表示其实是因为西元 对自己真的非常好 自己的包容性也很好 面对来自老婆的夸奖 剧军夜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傲娇 反而还急急跨赞大S 对自己很好 不得不说 剧军夜真的是好重启啊 而大S看到他这样吹自己 也忍不住把乐他一下 然后就幸福地笑了 后来两人还分别说 出了对方的作品 虽然看起来不是很熟悉的样子 但是也算比较了解 剧军夜对大S的了解 很透彻内心书记他所出演过的英式作品 如流行花园 保持童话等 这些作品中 他最喜欢的是流行花园 因为在剧军夜眼中 山菜好适合大S 对于居建夜 大S也是非常了解 舒直他的音乐作品 虽然有些叫不出名字 但知道旋律 虽然大S与剧军夜 是时隔20年在相恋 但对于两个人的代表作 以及喜好 双方人铭记于心 大S还提到第一次最让他感动的瞬间是两人 在电话中说好结婚 剧军夜就决定带着所有家当班去大S那里 还要隔离10天 然后见面就非常感动 两人还抱头痛哭 而最后两人还提到了最想一起完成的愿望 大S给出的回答 是建立幸福的家庭 剧军夜也表示会努力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 最后还不忘再修一波很爱 踢到剧军夜最欣赏大S的优点 而剧军夜则是表示是可爱 受访时 大S还首度公开了夫妻啦 在现实生活中 相处的样子 成会一起看行举 自己也有送老公鞋子 虽然不清楚剧军夜的脚到底是多少尺码 但大S拥有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 大S称自己会趁着老公睡觉的时候 偷偷去画他的脚 然后直接带着那张纸去店里 然后找店里和剧军夜脚一样的男生帮试穿 虽然方法有点啰嗦 但很有效 剧军夜成每次老婆给买的鞋子都很合适 原来不只剧军夜宠爱大S 大S同样也很关心老公 两个人是真的很相爱了 大S首次分享了他 与老公剧军夜在10月20年后再次见面的场景 直呼很感动 两个人抱头痛哭 对于目前最大的愿望 夫妻俩共同表示 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 到想念到分手再到酒别重逢结婚 大S与剧军夜的爱情就好像小说一般浪漫 与大S结婚后 剧军夜很快偏融入到了大S的家庭 与岳母小姨子等人相处的都很不错 小S无缘惊中战后 甚为杰父的剧军夜就有亲自下厨安慰小S 并夸赞小S很可爱很漂亮 婚贵剧军夜后的大S状态会蠢 就像个小姑娘一样 不同于上一段婚姻中 充满了空局的状态 当下的S幸福到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虽然大S有付出营业 但她目前已有愿意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家庭上 其美美小S在今日受房时也有谈积大S不 想频繁工作的冤影 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不想花时间在工作上面 只想和老公在一起 小S谈积大何时付出表示大S很难请 她说不要就不要 又说大S就是过得太幸福 不想花时间在工作上 不过大S对自己很有自信 说自己很久没出来 一出来还是很厉害 大S经纪人也曾在9月20日首 放宣布她已经复工 但只是和社交网站及电视频道合作 至于何时上节目 何时公开后面 还要看大S的心情 看完这个视频确实觉得他们 真的很甜 相信平时相处的时候也是如此的幸福甜蜜 连网友们都表示觉得她和聚军业在一起之后年轻了好多 也比之前开心多了 而且聚敬也也很迁就大S 虽然他们有已经有了一定的年纪了 但是却依然和刚热恋的小年轻一样 真的是难能可贵 那么就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呵呵美美幸福美满 对此大家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可以在评论却留下评论进行讨论 地务下评论 地务下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